TG交单元 抢救少子化专题 昨天我们带您看到 台湾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要来关心的是 少子化直接冲击到了教育 学生少 学校面临到财病 出现私校倒闭潮 更衍生出了就业人口萎缩 劳动力走向高龄化 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也跟着降低 准备好了 我吹哨乐开始了 台湾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从2020年至今 已经连续三年人口负成长 新竹县竹动症瑞丰国小 全校25人 小一牺牲只有五位 少子化 都市化双重打击 让偏商小校面临到财校并校 转型为书法 音乐 AI等特色学校 求生存 学校最努力的 最应该努力的 还是属于课程跟教学 跟环境资源的部分 尤其是在未来的AI世界里面 孩子的思维力 自律力 以及健康力 是他最重要的竞争力 全台学生数低于100人的小小校 持续增加 占了将近四成 招不满学生私校倒闭潮 也衍生超额教师 代理教师多的问题 那影响的就是学校教职员工 那也会造成我们非常多 现在的超额教师 各县市怎么处理 也成为了各个教育局处 很重要的一个考验的问题 如果今天学校撤了 我们就必须要送到很外面 送到市区学校才又可以读书 那这样对于工作 整个接送的时间点来讲 因为我们长辈假设长辈去送 他又要花了 就来回往返一小时去接小孩 那如果是我们上下班时间又达不到 就怕孩子上学得送更远 不只教育首当其冲 大受冲击的还有就业人力萎缩 劳动力走向高龄化 国家经济竞争力跟着降低 比较多是一些高龄的一些从业者在 可能卖面或是一些自助餐那些 可能劳动力的关系也比较少年轻人 愿意做这一项工作这样 生得少 劳人多 预估2025年65岁以上超过20%成为超高龄社会 劳动人口低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上有老 下有小 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推估到2025年 我们国内的老年人口也会来到19.9% 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的门槛 整个抚养比也会来到29.4% 就相当于3.4%的青壮年人口 要抚养一位65岁以上的长辈 那也形成我们青壮年在照顾跟抚养的负担加重 那这个部分就是确实是我们目前政府各部门 极需要超前部署的一个重要议题 小朋友就学还正要用钱的时候 我们哪敢退休 我们只能拼命的干 然后老人家又还要奉养 这一点的话我想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到金字塔人口结构 年金与健保逐年亏损恶化 将连带拖垮国家财政 小子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势必接踵而来雪上砸霜